古人说,天下大众熙熙攘攘,皆为利来,俱为利往 基本来形容这次饶欲教授的炮轰,感觉有点意思 大家好,我是顾尹琼博士 这几天看见网上生物学家饶欲 不仅炮轰张文宏,暗粉东南山,拳打一一,还脚踢莲花清温 内心就有很多好奇之处 因为教授一般不会做没有目的和收益的事情 文章直接点名无尊有两万年 暗粉无尊有两万年就是一些中低级人物而已 结果有人去找饶欲如此愤怒的原因 据说有一个解释 就是饶欲开的很多家公司中就有核酸检测业务 而核酸检测业务我们都知道 在完全开放之前是有很大利润的 但是仔细观察之后 我还是希望大家的争论更多的在学术上 千万不要有什么背后的猫腻 我是相信饶欲教授的 毕竟人是有骨气的 不能为一些金钱小利而撕破脸皮 而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小秘密 这是无可厚非的 您妈妈给您打电话 您接一下吧 采访的时候 你们就想探讨别人的影子 对吧